畅销书作家美国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前社长麦健璐的新作 《共和国的长子们》揭开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真相 中文一本最近在台湾发行 作为一个居住在中国超过了25年的中国通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概念 对中共权贵把持着国企毫无节制的投资支出 资源浪费贪腐盛行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撕破了中国经济所谓风光亮丽面纱背后的丑陋面孔 麦健璐在新书中指出 备受吹捧的中国模式 其实是一种独特的权威资本主义 中共所主导的国有企业 享有国家最大的博助与市场保护 最终的目的在滋养庞大的国有企业站上世界舞台 这本书的中文译本最近在台湾天下杂志出版 中国经济的议题一直以来都是天下杂志 密切关注的一个议题 因为每本书本身它所撰写的内容就是不一样 然后帮助台湾人更了解中国的一些议题 上来很多台商都知道跟中国交易做生意 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来自美国迷你苏达的麦健璐 曾担任华尔街日报 道琼社等媒体派驻中台两岸的高级主管 也曾出任中国美国商会会长 任期长达十年之久 长脸穿梭在中国政商高层的他 目睹了中国所谓风光亮丽的经济成就背后 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丑陋与黑暗 我想这本书翻译出来呢 可能还没有把它这个原意完全翻译出来 但是我想它这本书又非常好 它实际上是一个把中国这个所谓的经济成长 真实的一面 实际上那些假象综合在一起 比较系统化的完整的体现出来 对人们认识中国经济啊 中国企业呢 有非常好的帮助 主要是资料搜索 这可能有些拿不到 或者理解不了 卖建录的新书分为五个章节 分别为回到原点 政策与骗局 权威资本主义的难题 全球舞台上的敌方戏曲 改造中国模式 新出强调 中共是权威资本主义的总指挥 与最大受益者 中共权贵把持国有企业的发展 核对资源的掠夺 中共政权则对国企实行独特支持和保护 作者在五个章节中进行了深层的剖析 中国现在改革开放呢 中国或者经济呢 走向这种资本主义 类似资本主义的体制 反而它不是个真正的资本主义了 因为它没有这个资本主义里边的公平竞争啊 媒体啊 自由 社会自由 法治 这一些因素 实际上是一种权贵资本主义 或存在资本主义 其实在这种类似资本主义的这种 经济发展模式之下呢 中国老百姓呢 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好处 而实际上这个整个过程呢 已经变成了中共权贵 或中国共产党人 就是 攫取社会财富 这个方法 这个就是中国过去30年 所谓的经济高速成长的真实面目 目前中国经济陷入困境 中共现任高层领导要进行改革 遭遇到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团体的强烈反对及阻扰 麦进露在书中揭示 中国国企是一种投入驱动的成长 而不是生产力带动的成长 他表示 由于国企容易获得资金 都用这种资金来炒房 从而排挤掉民营企业生存的空间 也扩大了资金的措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